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今年这个九月份来讲 现在大盘是来到一个相对一个反弹位置 来叫一个9532 你看过来 你现在回过来 当然看这个月真的相当的难操作 所以当下你更要相信何怀生的团队 的确是你唯一能依赖的高手 真的 你看8913来到这个地方 9月26号8913 他是留下影线 对 看起来是止跌 当然就是这样空头 他这个行情来讲应该是说 趋势还在做修正 他是短线来讲 是在走一个趋势往下做修正 的确这行情来讲 今天会没有止跌 这个没有再往上涨是应该的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来讲 他跌破9000年这边来讲 一定在足底 但有个好处在这个量已经开始 他下沙取量已经量缩了 所以这地方实际上往下 也没有多少空间 但你觉得当下来讲 的确止跌了这一波 马上你说要有一根红K棒出来 真的说实在 那的确要有人要照顾 这个地方可能不是 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改变它 是谁买 对不对 一定要有个红K棒的出现 长红棒出现 这地方才确立它的底部讯 我想这个地方大家 这个很简单的 你常在学基础线 的确这个地方是 你可以学以致用 但是问题在于说 就算止跌你要买什么股票 我常常问你 你说老师那我做空好不好 不后吧 因为这个地方行情 这个地方当下来讲 你要空早就空了 我以前讲说现金满档的时候 是在7月15号的时候 你不愿意停的原因是因为 你手上一直违背一个 股市的一个规律 股市的规律在哪里 就是说有时候不对的时候 你一定要适时的愿意给自己 下达一个指令 就是停损跟停利的动作 你一定要做出来 你永远你的手上股票不能超过三档以上 你不会一直很想 好像一直要做动作 动作是要等待出来的 耐心等待那个好的买点出来 你就会赚钱 不管你做多做空 实在都是要等待 好你先把你的股票先分清楚 这个地方当下 那当然我们这边持续在这节目里 要跟大家讲 我们一直告诉你一个 怎么投资的关系 就是做 找寻一些好的买点的股票 做动作嘛 我也不带你去做空的原因 是因为真的说实在那个 你会很混乱啦 因为右手写字都写不好 用左手 对不对 那难道这个当下 行情往下跌 一定要做空吗 实在不见得 实在这波行情 我是一直有告诉你 就是说 你好好想要 9月1号 我们就讲缩合就好了 今天有没有来 今天又来到600块了 你是不是很轻松可以赚钱 好 你看看 这档股票什么跟缩合有不一样 大盘基本上是跌了619点到8913 到现在还是跌了600点 你拥有缩合的时候 你不只没有受伤 你还赚钱 但只怕那时候你把缩合当作它是什么 你就是要看得懂缩合的好啊 你把联发科 帮你所有的高价人 好有重点是摆在缩合这档股票就可以了 你看得懂它的规律 你一定敢买 如果你只看它它长很多 你一定不敢买 因为相对比较大盘是跌的嘛 可是缩合基本上 它的一个趋势是很明显的是 是往上嘛 来你看9月1号 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个 它9月1号都已经来到520块了 大盘那是还9532 好 你买520块 你明明知道大盘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短线上的满足点 你一点买买的 你一定会把它卖掉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很难的地方 你说对啊 我卖掉有错吗 的确是错了 因为回过来赶紧是错了 你这段都没赚到钱 因为你均 应该是说你缺一笔 有时候看一个趋势的股票里面 你要最重要是说 你要怎么去结合它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防守点在哪里 买点 因为你这样这个股票基本上 你只看它涨很多 从440要涨到520块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我的节目的过程里面 你报9月15号 我当还在跟你讲520块 是重要的铺都有点 一旦突破它没有回头路 而且我只告诉你 这张股票到这边谢谢我一声 它来几次 随便卖你随便赚 甚至我跟你讲 这张股票真的非常强 为什么 实际上这个地方 你大家每个人都知道 我跟讲只要是 你知道记录现行所有人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大的大压力区 肯定说不要说合怀这很厉害 老师你说的600块这个地方来讲 有来 对 我是之前跟你讲有来 我也告诉你这个地方 短线来讲不会过 对 好像洗一下 好像都很厉害 可是实际上这是很简单的规律 我只要告诉你没有什么很厉害 这是很简单的规律 只是你欠有人去提醒你做动作而已 所以接着来讲 当然说的这边当下来讲 当然是我赢了 你看520块 你9月1号到下来 你还多了汉布隆东 它来到多少 它来到610块以上 最少你汉布隆东还多了一个70块 70块的价差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从442块这个地方都不要卖出 那更不得了 这张股票说实在 就是你的救命丸 大盘碟关于什么事 所以选股重不重要 对 接着来讲 大盘碟在这边 你更要相信会帮你选股的人 我跟你讲真的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 在一个下跌过程里面 都有一档缩合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是有钱的股票 都会出头 你还担心什么 大盘只要这地方稍作一个止跌 有一个红K棒出现的话 你更要找专业帮你重新做股票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操作的行业 这如果不是高手 怎么会赚得到钱呢 对 这个股票说实在 电视我们是天天在见面的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没有以外 你只要看我十二点半的节目 我是不是天天跟你讲缩合 对不对 可是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大盘天天跌天天跌 你怎么买得下去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你一定有一个东西 你没有看到 你如果把这档股票 真的放大来看的话 你一定知道 你这档股票到底你的一个胜率在哪里 真的说实在 我跟你谈的东西是 是我经过一个深思熟虑之后 把我每个要下指印的位置 我早就已经事先的规划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的赚到钱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总来总来忙来忙去 每天看盘中节目 哪一档股票转强 要早买点 你转强一旦早买点 就没得买点 我跟你讲这就是告诉你 追高杀低就是你赔钱的原因 所以你动作不要太多 你事先要上开盘之前 你把电话留下来给我 我一定会做到事先的规划 你哪有没赚钱的道理 这说了说了就可以轻松赚 对不对 9月15号都告诉你 还没有来到550块 我就已经放给这是均线的一个 均线的一个线 现在这很简 为什么我告诉你 那档股票一档股票没问题 你也可以自己用 它就是季线这边已经开始要上弯 它一旦穿越它的均线 趋势就上扬了 所以为什么我看到东西跟你不一样 虽然那个就是懂的人就是懂 你看到东西已经什么 已经盲点 因为你学太多了嘛 所以这档股票真的说出来 是你可以看得到 吃到 看得到 包括这档股票 有没有保你平安 那还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你也不是看不懂 是你现在已经很缺乏什么 你第一个你手上股票套牢 你没有热忱了 你只在关心那些负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改变掉 一旦你的股票套牢 你就面临就是 在股市就没有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这个地方来讲 所有这地方来讲 就是这本月份 一档给你看到吃到贪到 到今天来讲 目前都来六百零升 你一定问我 老师当股票你怎么看 好 我告诉你 所以9月25号 他有个 我在这边当下跟你讲 他有回撤一个 他的一个缺口 我没有买得很低 这是我最高成本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地方来讲 我们不要讲之前怎么样 近期我的成本来这边 如果再有机会来这边 因为上一次 我有跟你讲 550块以下你要加码 你也不做动作 你把金钱看到人最中 真的 你现在要不要换 要啊 要换啊 我告诉你 最重要的是 我还叫你联发科换过 你都不要相信我 这张股票最少 帮你少赔了50块 什么叫做 你自己看 如果你这一个月 是买联发科 你真的是 很麻烦 500块 摊不咚咚 刚好这张股票 一个之前 9月1号是 对 两个是伯仲之间 现在到月底 一插这样 哇 怎么是 一来一往差这么大 所以当你掌握到 一档好的股票 真的要如同鲨鱼 一样咬住不放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个霸气 你一定要看到什么 你真正有看到的 规律的东西 才敢做动作嘛 我不是跟你道听途说的 拿联发科来讲 这今天如果是我今天 才跟你拿联发科 来打压你手上的股票 那我对不起 我提醒你多少次联发科换掉 你心知肚明嘛 这张股票是可以赚钱 搞到现在才问我 老师那可不可以买了 老师同志们很喜欢 很喜欢问这种问题 现在跌下 老师你之前说 联发科会跌下 那可不可以买 你怎么不想说 哇你看 它真的跌下来 到底这张股票 我看到什么还要跌 可以买了没有 你怎么不想说 那时候我看到什么 为什么可以卖掉 反而是说跌很深 因为同志们一直在乎说 它跌下来了 那为什么你会在乎它 你想买它 因为你想这张股票便宜嘛 是不是可以买 那你包你为什么 朔和看到你不敢 因为朔和你觉得它很高嘛 因为它不是低档 它不是 它从442涨上 它没有回来嘛 你看到这种东西 你不会赚钱 你不要看股价的涨跌 你一定要看到里面 真正很深的 那个迷格 就是那个迷格而已 那朔和也送给你的 你看今天说的 你580我都还叫我们会员买 我怎么可能会叫你去买联发科 答案就出来了吗 好 接着来讲 老师联发科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它会有涨涨跌跌 你要怎么样 就来问清楚 第一个来讲 这张股票基本上 它有它的规律性 你找到它的规律性了没有 联发科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要把它当作大多头 让它一直抱住 像鲨鱼一样抱住 那我跟你讲 那肯定你是不会的 这张股票倒是真的不错 你要咬住不放 一路加码 那你要加码 你要怎么加呢 那迷格就送给你 这张股票基本上 你找它反弹的满足点 做卖出就好了 它不可能再来500块以上的 肯定不会来的 那老师说 那它的满足点 肯定我跟你讲出来 你会有点失望 所以还是保留给你 真的要做动作再来找我 我只能让你把话带到这个地方 因为你不要做动作 你肯定不动 我怎么跟你听到一边 那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我只能跟你讲说 它最好的情况 就是卖在500块以上 已经过了那个情况 现在当下 如果你要一直套套套套套到 套个半年 它会怎么样 到此再说 当下来讲 如果你要做动作 我再跟你讲要怎么做 它一定会有 反弹的满足点 它反弹满足点 你就把他动作做出来 你不是解套盐贯 为什么解套盐贯 你不会再找一档 廉方克没赚到钱 你不会找另外一档股票 把他加倍奉还给你 搞不好就是碩河 当然碩河跟廉方克 本月份就是两样琴 又是两样琴 买在廉方克的时候 靠细 真的只有眼泪而已 你买在碩河 管些大盤跌 這些大盤還是什麼 還是跌的啦 跌21點啦 跟你什麼事情 所以我看得懂 看得懂 看不懂 跟你自己說 聽了一邊 不用講了 我是帶你來賺錢的 不是要跟你那種道聽圖說 每天跟你講那些有的沒有 那沒有用 實際上綽和這檔股票真的我跟你講 常常跟大家講說高價格股是可以操作 那高價格股你只能操作一檔 它很多的高價格不是全面性的 你要一檔一檔來 就像這個月的這個聯發跟說 去年我最大的代表就是告訴你TPK不能買 重點是擺在大力光 一來一往差多大 這種東西說出來說出來是 天后一點過 講報也沒問題 但是話又說 人家那個背後所延伸的那個操盤的那個真正的下的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指令的動作 只要你能做到那個動作的話 耐心等待 我跟你談的東西 一旦我跟你講出來 跟你講說最少都有 我不敢跟你講百分 就是百分最少90%左右的把握 這種有90%的把握說實在的 你說真的 你才真的能賺得到錢 我不跟你講一些空話 要怎麼樣怎麼樣 說實在要怎麼怎麼樣 你找 說實在你都是在求那個什麼 求因為心理上的安慰 我一直跟你講 那股市是為了要 你要賺錢再來找我 如果你要求安慰不要來找我 因為這行情說實在已經 已經勝負已經很明白了 誰真的可以幫你反敗為勝 當然我有股市的密碼 就在何懷甄的團隊裡面 你要的是真正難得的高手 高手的確很難尋 不是你在坊間所看到那些 這個地方 包括我也不是什麼高手 我只是一個代言人而已 如果你信得過我的為人 就我滿坦誠的 你也坦誠的跟我們相處 歡迎把電話撥通 這邊來講 畢竟說我這邊來講 只是小錢而已 你不要再追高 要買我買給你 如果有來這邊 你自己在做應徵 我竟然就帶我們的好朋友 重新來做進來 他說580多 買了有沒有賺錢 還剩下跌到570塊以下 我公開跟你講的 所以代表這張股票 耐心等待 我還要再加 這張股票說實在 是可以成功 不小心 會不會讓你把那個 以前高價格所沒賺的錢 利用這張股票 盡情內加倍奉還 所以這張股票說實在 才漲個100塊左右 從42漲到這個地方 150塊左右 還小錢 不急 這個地方來講 這地方正式要啟動 他未來往上 到底該怎麼走 畢竟我提醒你一件事 這個也是個沒賣 交給你也沒關係 你為什麼要買碩 當然這張股票說 碩盒如果你買了810塊 你也是這樣 你也心想要加錢 你就是很喜歡 在高檔的時候 看到那個報章媒體 你給你寫一些什麼 熱門的訊息 哇他業績多 對一檔好的股票切記 不要在高檔的時候 絕對沒有基本面的問題 他就有技術性 你要保護自己 你看看碩盒來講 月線來講 他長幾個月 他一樣長八個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來到810塊 一模一樣 你也學過八個月的轉折出現 你在那邊賣可不可以 你說老師810塊 對你為什麼買了810塊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趨勢的問題而已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基本面很好 所以你就不理他幫了進去 所以他連續跌 他跌一二三 跌三個月了 所以這張股票叫 他是在走多頭的第一波的回檔修正坡 沒有錯 所以他是已經修正完畢 多頭的回檔的滿足 已經滿足修正完畢 再攻 這一波叫什麼 這一波如果不小心 給他突破的那個點 你自己看 你覺得810塊 對不對 會不會過 我今天跟你講的東西都 為什麼我敢跟你講錯 一直跟你講錯 因為這張股票不只業績 包括我為什麼在今年上面 告訴你810塊 你不能做買進 回過是很簡單的道理 那你我請問你8 你問老師那8個月在810塊 我沒有賣掉 所以他走得很慢 因為他是多頭 多頭是緩 他走得很 他在下跌過程裡面 下個月的時候 都還有700多塊 你可以隨便賣 其實你自己不敢說 我現在要30塊 50塊要做價差 結果越套越深 結果套在442塊 結果真的機會來的時候你不敢 所以你要耐心等他 他回檔的好滿足點 這修不像一個好的高手 來好好的幫你做誠誠做吧 你好好想想看 你要賺大錢 說實在 當然這個兩個點 我幫你抓好 說實在的 你要一切平安 保你無險 保你賺錢 你要大盤什麼 就在哀哀叫的道理 大盤為什麼現在量這麼少 台灣投資朋友真的很善良 套此多少那些有錢的錢 因為你要相信專業 不要自己亂玩 股市不是來玩的 股市是讓人家賺錢的 所以很多東西 你等一下回過來 這種東西是很簡單 你為什麼會死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聽別人怎麼說 我是看到東西才做動作 不一樣的 那所有這張股票就送給大家 還沒正式啟動 我誠摯的邀請你 你要自己做 你就自己做 我會恭喜你 反正這種錢是大家的 你要想多賺一點 相信我 我可以幫你層層的趨吉避凶 把關一下 我帶著碩盒過來 包括你手上沒有碩盒的 沒有關係 我一定要會找尋這種股票給你做 這種才是你真的股市要做的股票 那一個破蛋不用畏懼大盤 漲跟跌的話 逮到機會一個月做一兩檔 這種股票就夠了嘛 好 認同我們再把電話撥通 你手上的股票希望你要做動作 也要以股換股再把電話打來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超越大盤領先市場挑戰自我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亞洲頭顧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顧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亞洲頭顧 亞洲頭顧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電話 02578-3777 2578-3777 每樣都想吃耶 怎麼辦 快去貴族世家 低下 安全看得見 豐富的美食 還有現點現做的料理 怎麼可以這麼划算呢 約會聚餐的好地方 幸福就在這一刻 貴族世家 超越大門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顧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顧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顧 亞洲頭顧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這句話 02578-3777 2578-3777 待機害蟲 小免登革熱 並沒聞 新鵝一體電紋箱 試用各種電紋箱器 新鵝一體電紋箱 鵝保護您 超越大門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顧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 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顧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顧 亞洲頭顧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這句話 02578-3777 2578-3777 馬大葉分解茶 解由你唱無比 愛之為馬大葉分解茶 新上市 您現在收看的是 轉化財經台 我們第二個單元 所以本月份幫我天天跟你談談 今天說實在大盤跌 跌30跌 但是我跟你談的股票 到今天都還非常強勢 豬何以外 還有一檔 3490的一個單景 你擁有這些股票 你會感覺大蚊曉 立不 你的賺錢 所以你要不要把股票換 往早知道要再換 現在一定很想換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所以投資朋友 你不要讓這個事情 一而再再而發生 我只要 雕容現在是九月底了 下個月一定還有像單景一樣 這種股票可以讓你看得到 察覺賺得 dentro 但你會知道是哪一檔哪一檔 我不告訴你 我看到了才會直接 代我會員做的動作 我為什麼不告訴你 因為我不要你預設立場 你不是要預設立場 你要事先的規劃 不要預設立場 我希望你聽清楚 什麼叫事先的規劃 你是要有評有據 事先的 因為股市它是一個 每一檔股票 它都有它的規律性 你包括你手上套的股票 你不要放棄它 它有它的規律性 你把它找到它那個定律出來 你一樣可以反敗為勝 那有些股票不好賺錢 坦白講你就把它換掉就好 那個規律性 我不敢跟你講百分之百 每一檔我都看得懂 最少十拿九穩 八九十怕跑不掉 尤其在今天大盤上跌的情況 跌破九千年 單景有讓你失望嗎 你在看一檔單景 哪一檔股票 說它碩合有沒有讓你失望 對不對 沒有嘛 所以代表什麼 的確基本面不是不重要 基本面是很重要的東西 是很難 你有基本很高的高手的話 雖然這是很難尋的 但是你才缺乏什麼 因為大盤現在沒有量 的確技術面的一個東西 不能去排斥它 它一定要搭配 就是所謂說 你不要老是去學習一些 一些那個 那盤門走道之後 你要正統的操作 如果技術面能稍微再加點位的話 你就不會被套了 因為股市很多好的基本面股票 一旦在底部的時候 它是可以悶死你的 單景悶死你多久 兩年 你就看它底部大底 二十幾塊 兩年沒動 你真的受得了嗎 如果換了說在技術現金的規劃之下 它的啟動點 說實在就去年而已 這我已經講 就這一波而已 包一月份就可以了 你自己去數數看 就這跟紅K棒開始 軍縣翻揚的道理 翻揚的道理 它知道這個月是長第八個月 我也都跟你報告 說要不要吵聲 對 所以這第八個月 今天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一定是準的 我想說一掌難跌 就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對不對 到這個月來講 它的高點就大概一百六十九塊 短線 你有這張股票 你也很漂亮 包括你還可以跟著我們加碼 大概一百四十三塊附近 跌停碼的時候 十字均線的關係 均線的翻揚是很重要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小店 我今天不是在跟你教學 所以我是看投資朋友 你太可憐了 我教你一兩招屈級必修 我勝過你要黑白 要搶來搶去 你就可以知道 什麼股票可以讓你賺錢的 我跟你講 今天說在大盤帳的 的奇產這樣 每個人只關於他股票有沒有解套 現在當下有多少股票 要當單景一樣大漲 你知道嗎 像說我一樣大漲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你想要知道 你要來找我 因為畢竟這個時間沒有很久 是一個月跟你證明 黨黨股票都上漲 包括這個月單景第八月 對你問我說 老師那單景會不會下個月會下跌 不要預設立場 你看到什麼時候沒有再創新高 那才是個結束的訊號 不要讓歷史再重演 因為畢竟都一樣 多頭的一個組織 讓它漲到一個滿足點 那當然這地方手上沒有 你不用急著去做追高 有很多像單景一樣在底部的股票 正式在啟動 或許你手上有這檔股票 你續報就對了 這檔股票 這個安可 我覺得它不錯 它或許慢一點 但它利好 這種股票基本上 本月份也是搶搶棍 從30塊漲到38塊 也不錯 所以這些股票你好好操作 哪有什麼沒賺錢的道理 你就是一直這樣 要守著你那些股票 那顆股票找尋一些反彈的滿足點 勇敢的把它出掉 換到一個真正會 讓你會賺大錢的股票 你這樣一來一往會差很大 可以接受我們的觀念 歡迎你跟上我們腳步 正式的做一個什麼 好好的規劃的動作 除了要說一句年歉 保持在一起 我可以接受到我 我們可以有什麼 這一個活動作 我可以接受到我 就不守得了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人 那還是要就是 我覺得 比如說 你可能會接受一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578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